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留学美国的几年里 胡适与同学们讨论的主要问题 就是中国文字的改革 这时候刚刚创办不久的新青年 也正在讨论这个问题 胡适给编辑部写信商讨 陈独秀极为热情地回了信 大洋之间 两位思想的先驱 开始了触动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的最初探索 在陈独秀的鼓动下一篇文学改良厨艺的文章 在新青年上发表 后来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中国文学革命的第一声进军号角 一个月后 主编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 打出了文学革命军的大旗 一场以文学和文字为突破口的新文化运动 拉开了序幕 一个星期后 曾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的林书 在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 强烈反对 废除古文 这是一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思想交锋 作为北京大学著名的文字学家 钱学童加入新青年阵营 文学革命的声势更加壮大 他连续写信至陈独秀 猛烈抨击中国旧文学 1917年的春季以来 这场文学革命的讨论 继续以书信和论文的形式进行 一批北大青年学生 如傅思年、罗嘉伦等热情参与 影响迅速扩大 1918年1月起 当时由北大六名教授编的新青年 开始采用白话文刊行 白话后来被称为国语 这是1916年回国的学生 所使用的一个名词 随着新派知识分子 在北京大学的聚集 新文化运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 几乎没有反对派的声音 为了引起社会的注意 扩大新旧文化的争论 钱学童和刘半农 在新青年上演出了一出 精彩的双簧戏 他俩先由钱学童化名 王静轩写作文学革命之反响 对文学革命表示反对 而后刘半农则写文章 一一批驳 一来二往新旧文学的争论 显得热闹非凡 后来鲁迅在一流半农军一文中 称赞他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 活泼 勇敢 善达硬仗 在短短的两年内 新青年从一本同乡刊物 迅速扩大为一个 有广泛作者队伍的思想刊物 吸引了大批当时思想界活跃的青年 1918年被看作是新文学诞生的一年 一年前住在绍兴会馆的鲁迅 每天下午四点钟接待的客人是钱玄彤 在钱玄彤的极力劝勉下 鲁迅也加入新青年编委的行列 1918年5月 狂人日记发表 这是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 新旧思想的交锋 围绕在北大和新青年周围蓬勃展开 理性的光辉 使一代青年走向成熟 他们将成为这个世纪的主人 在与西北的国民党军进行了多次战斗后 中国共产党奠击西北 而与此同时 1935年的中国整个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日本帝国主义的矛头 进一步指向华北民族矛盾日益激化 中国共产党提出团结一切力量进行抗战 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进一步合作 共同抗日 1937年 卢沟桥事变后 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 通过了关于当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组成了毛泽东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 8月底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 四万红军改编成八路军 下辖 115、120、129三个师 共产党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抗战 抗战开始后 中共中央密切注视着华北战局 提出八路军的作战方式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 1938年5月 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用于指导敌后抗战 八路军在灵活有力的打击敌人的同时 禁察纪、禁忌鲁狱等一批敌后根据地建立 八路军队伍迅速壮大 此时 陕北延安成为红色政权的中心 来自敌后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青年奔赴延安 在延安开办的抗日军政大学 陕北工学 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学习生活 并逐渐参加到抗日前线去 1941年下半年 国际形势出现重大转折 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 中国国内的国共关系得到缓和 尽管如此 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形势 依然十分严峻 陕甘宁边区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风衣足食的号召 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4年 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 军队发展到47万人 到抗战胜利后 八路军和新四军已占据了长江以北的铁路沿线和平原地区 军队和党员的人数都达到了120万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宁 下一世ructionEE 这今年是民族也有宮殿和平原地区 今天的季节目 会是中国的终膀 今天你是颜つ色 今天你是颜孟和平原地区 of who amano 今天你是assen food 不公 TL 最主要 Product of decreasing 赫龙 共和国知名度最高的元帅之一 他一生坚持共产主义信念 被以这不屈的信念 鼓舞影响着战友和故乡 元帅精神就这样被人们长久的怀念和颂扬 1928年初 赫龙在大革命失败后回到湘厄西 这里曾是红二军团总部 湘厄西省委和湘厄西中央分局所在地 赫龙和周一群来到这里时 人不足一百 枪不过十条 但靠着两把菜刀起家的赫龙 却信心十足 他以一个党员的忠诚 向党立下誓言 苦斗三年 开辟出湘厄西苏区根据地 他第一站就是到了新体 到新体以后 他这个船到了大湖 看了一下 他赶开万千 他叫做红湖 这个地方很好 湖泊很大 楼尾重生 港差中混 能涌下千军万马 他当时说 他当时跟周一群一样 就是说 哪怕是蒋介石 有十万大军 也来活不得 苦斗三年 赫龙和当地革命领导人 以必胜的信念 创建了红三军和湘厄西根据地 但未曾妙想的是 蒋介石十万大军 奈何不了的 赫龙和红三军 却迎来了另一段 非常随便 1931年夏天 就在曲家湾这家类名饭店里 红三军军长赫龙 参谋长孙德青 政治部主任柳直循 以及两位师长 三位师政委 每人凑了一块光阳 为王明派来的新任 湘厄西中央分局书记 夏溪接风启程 夏溪的到来 律师的湘厄西苏区素版的开始 吃饭时 他们第一次听到了 改祖派这个名词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料到 仅仅四个月后 他们当中 除赫龙以外的七个人 竟全部被当作改祖派杀掉了 赫龙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在这个红砖时期 就是国家根据地 大部分都振行了一次 这个许法运动 最想开始的呢 是中央革命根据地 就是在赶纳门西 然后是这个 沃游瓦革命根据地 小沃西 船山 山岗等根据地 实际上呢 大提是1930年到1935年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呢 是发AB团 在这个门西是发西湖民主党 在俄云娃呢 当时是发这个 盖独派 AB团第三党 在小沃西 就是发这个盖独派和第三党 这些区分啊 就是 是一大批 这个 革命的 领导干部 红砖将领 和这个战士 受到迫害 甚至被 被探杀致死 被这革命事业 造成很大的损失 使红砖的力量 也受到很大的损失 六十年以后 他们在这座纪念馆里 以革命者的名义 讲述一部沉重的故事 他们中间的许多人 连姓名 也没有留下 就在当时的情况下 他们被抓起来以后 就根本不相信自己有问题 就是说 你要把我杀掉 那你干脆让我上前线 我要跟这个地人斗争到底 用我的生命 来夺杀这个地人 当时他们很多人都这样要求 1932年6月 红三军被迫撤离洪湖苏区 开始了红军历史上 最早的长途大转移 16岁的谭友林 是被当作改祖派 魂绑着踏上了这条 无比艰难的行军之路 在生死难测的时刻 谭友林遇见了赫民 那些年时候的 河岛祖的手就在旁边 这一看着 他这像唐啊 他军部警问也跟你说 我们知道我来了 知道我困住了 他也没夺活到中间 那个是我不是的 知道出发的时候 他不敢讲的 他说是 那是唐 啊 从八天马里发了什么急急的时候 那个都没看完 那已经都难道 甚至都哭着 我就哭着没办法的时候 后来那个杨子 他说不是 他说 杨克兰说他是改祖派 这个时候他就发脾气了 他妈妈的手 他当什么改祖派呀 他说 啊 谭友林 14岁就参加了革命 在他当了儿童团代表 出席县委大会那天 他的家被国民党包围 就在那一天 谭友林成了孤儿 参加了孔军 贺龙把他从改祖派的绳索下解救出来 同时告诉他 要相信共产党 相信自己的选择 革命到底 他从此抱定生生死死干革命的信念 当你被霍罗总救出来 在老山家里把山养好以后 想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其实还想跟着革命 还要老革命啊 不革命 我红红出来的时候 我还要回家 还想打回来 那时候还想 我红红的老婆心的事 同样抱定这一决心的黄心亭 在那段非常岁月里 所经受的磨难和考验 要比谭友林更多了一层 他在被打成反革命 改祖派后 当了三任改祖派连的连长 一次次含着冤屈与敌人流血奋战 一次次用血的忠诚来洗刷着自己 直到用拼死的战斗证明了自己 就把我的生活放出来 我住了那个 血液有几个一块 烧了一堆木糖火 人家搁了一套衣服 我的生活 我从一换起下来 头发也很深 这样子的时候呢 衣服一脱下来 看了那个衣服以后啊 那个蛇子脊子啊 这个满身都是的 虫头 一直到这个枯脚 都是的 这样子丢到那一个火里面烧了 烧得像炸草民一样的 这个不得怕的不得怕的 就是这么想 我就是 那个时候就苦了 流了泪了 里面我们有个财旧 那是跟他恨到这同志 打仗很勇敢 那是当的允章 这个要来恢复当的时候啊 就是这个 这个忠绳子 哪不是什么贤的 什么收铐啊 就是忠 那种忠 忠俗 就学习 老百姓说忠绳子那个 就这个东西啊 把他困进去 就男的就是 印子还有 男的印子 男好了 但是这个印子还真的 他给他看 他不跟你讲什么东西 经历着磨难 书写着忠贞 凡是经过那段非常岁月的老战士们 都以不同的经历留下了同样的故事 肖敬光大将 他是在长征路上被开除党籍军籍判刑 又在长征路上重新恢复了党籍军籍的红三军团参谋长 韩新处上将 他的经历中曾有一段被怀疑成敌军探子的往事 韩甫人中将 他是在红军的战俘营里用唱国际歌来证明自己身份的坚强共产党人 他们都以不改的理想和不屈的意志 为后人留下了坚守信念的故事 齐连山路 河西走廊 对于1936年从这里走过来的一批开国将帅来说 这里是他们坚强信念的再生之地 是他们永世难忘的人生坐标 1936年十月上学 轰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助理在惠宁会时之后 轰四方面军总之会许向前 我政治委员清长号 奉中央军委命令 率领 轰四方面军的九军 三四军和五军 共两万一千八百多人 提督黄河 这个国黄河以后的 在这个火系周能 这个 恐怕不放 这个军队是战斗 当时那个情况是很严重的 那个战斗能够坚持下来都不容易 脱衣服到了这个 立阳后这些大城 那就是 子弹大光 指导都错完 披折弯了 这个打刀卷都看卷了 看卷了 应该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尺寸啊 像这个 用尺寸吧 黄老听说你一直保存着一颗子弹是吧 有的时候是 是保存了一颗子弹 这个子弹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1937年 红军西路军失败的时候 这部 敌人打了我一枪 我的子弹放在我身上了 他这部腰上呐 待了16年 我取出来以后 一直放到肩带 他在那时候 什么样子弹头啊 这个子弹呢 叫做 我就称为 起旧子弹 补枪起旧子弹 敌人从车衣绕过来 从车衣 跟我这个腰这个地方 这个 打了一枪 这个先把它写下去 写下去 打着人家 从我的肾 把我的肾打了一个颗颅 这个左肾打了一个颗颅 然后就倒了一个腰间了 他那个力量 他妈的好像就弱了 什么的 这皮的都出不来 我的腹上的好人不一样啊 那明明的是 刚那么起来以后 你顶着 马到这个头上 你看手上 左手右手 头上 看到他妈自刀 又把我看了 又躺下了 等到我苏醒了 多长时间 我也不记得 反正慢慢慢慢苏醒了 起来我一看 哎哟 这些人啊 推 推 提 脚 都 一个动力都没有 全都失光 身中一枪四刀的王定烈 被关押进战不营 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垂危期 又顽强的秘密建立了党的组织 信念不死 精神不死 生命在他身上产生了奇迹 1937年8月 九死一生的王定烈 终于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 九经考验 饱受苦难 失智不移的信念 成为他们人生不变的坐标 也成为他们走向胜利的力量之源 西路军总指挥部武局局长欧阳毅 在西路军失败后 改名唤姓 一路靠药贩 卖字为生 只身一人回到了沿岸 卖字为生命的 卖字为生命的 卖字为生命的好详细 什么情况 西路军情况 这么大张的 这么迷惑人群众的情况 居民的情况 这些都很详细 最后有没有这么回来 我当然 以为女士帮我 这么派的游个组织 这么要回来 这么要安 这么要华转 每次都讲得很清楚 看来以后 他高兴 他也很高兴 他站起来了 就擦了个腰 好啊 坚决 好啊 坚决 文化大革命中 有人对欧阳毅在西路军失败以后的历史提出了怀疑 成立了专案组 到河西走廊去搞调查 不料将军当年卖的字画 仍然被当地老乡保存在家中 我那个时候 银子没有啊 银子一样啊 银子一样啊 银子你摇翻的时候 你还得摇 银子摇翻 那个结论 所以说 银子没有啊 没有了 但是我那个时候年轻了 虽然看过很准 但是也还能够现 你看多还能够现 大还要准 准准一点还能够 我年轻才维持给谁嘛 这个东西嘛 从我夹一档的那一天 我夹一成年团的时候 应该就来个盖草莫的人了 你给你夹一档啊 从此以后 你就不是你夹的人了 你是当住的的人了 是团住的的人了 运运结束 我说运运结束 我是请你赶了啊 你会盖一档的时候呢 大家的时候呢 不是最后又去实词吧 人家说运不叛当吧 所以骂你军人 你告共产党 你得宁愿忠许共产军人 忠许骂你军人 永远忠于党 忠于人民 忠于共产主义 正是这贯穿一生的信念 以及这前所未有的磨难 为一代开国将帅 铸就了英雄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党初制雪被警告 人在导致 我 presenters ines the Hernandez 我就是 如今20多年过去的 这个卫星不仅已经要了 raspberry bre 建页 果 3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